周恩来总理1975年1月13日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做政府工作报告 揭露 我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 我执念头位两段 好在今天正式文本 已经应该各位代表了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心事下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抓大事抓路线 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 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轨迹的基本原子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 工 农 商 说兵 政 党 这七个方面 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 都必须置于国际单位的同意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 遵守纪律的光庸传统 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 统一认识 统一政策 统一计划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坚定地相信或依靠群众的大多数 不论是革命 凡是建设 都要放手 发动群众 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 清减建国 清减把一切事业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 那么一股静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把革命工作做到第一 我们必须坚持 无产家的国际主义 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的消灭大国主义 我们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永远站在圈塞 北亚普人民和北亚普民族一边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领导下 俄国人民奋法突强 克服种种江南先祖 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变成初步繁荣 长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 把我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枪国 参加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